近日云林县前环保局长曾村美请辞获准 云林县政府欲公开甄选新任环保局长 然而因为甄选程序不够公开而备受争议 他虽然表面上说公开 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到公开 你知道连名字就是名单 有多少人选环保局长都不知道 应该要公布甄选过程才能算是公开甄选 云林县政府给我们回应是说 他不可以公布因为这是个资 我们是希望说公民可以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知道说环保局长 一起来讨论说环保局长应该做到哪些事情 然后我们想要要求什么样的环保局长产生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有一个公开巡打的过程 我们公开要经过他的同意 这是一个各自罚的一个问题 而且在甄建华里面也有规定说 甄建华规定里面也有规定说 要遵守保密规定 而且不能泄露秘密 我们个人名字不会是卸露秘密 六亲问题一直是云林县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 环保局在处理环境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 对于之后六亲的运作与许可真核发 也有关键影响力 新任的环保局长势必要面对当前环境问题 现在云林县环保局长他们对于六亲治理 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感觉环保局长有介入 就是完全感觉不出来他们有要治理六亲的想法 云林县政府有很多的许可这是违法合法的 就资讯对不起来啦 中央许可量没有那么多 可是县政府给他的许可量就是超过的 环团表示云林县政府若下定决心要终结六亲环保局 就应有公开征选到底的决心 参加征选的杨泽民博士则表示会全力争取环保局长的征选 后来也觉得说我可以尝试去应征然后去争取 因为我觉得云林县环保局长过去那么很长的时间 都有一些跟公民团体好像不是让公民团体总是有一些质疑 或者说一些做法是不是不够激进 毕竟云林县的环保问题很多环团一些关心环境 包括不只是云林的各地的很多 因为它现在的污染已经不是只有不一定会局限在本地 环保议题一直以来为民众所重视 云林县政府若有意解决云林县长年以来受到六亲污染的问题 应更加谨慎重视这次环保局长的征选 中正义报张义慧林玉谦云林斗六报导 我们的姜文灯议员来简单的事情化 谢谢大家